一工马波挺体赶工在Q版韩国瑜红包上贴着硬币 为的就是赶在市长到访深河西前 先把限量版的上千份红包准备好 通常在高雄的时候呢 这个红包想必大家看了不陌生 前面呢都会放个十块钱 不过因为现在接地气在美国嘛 所以可以看到呢 红包上面放的是quarter也就是两毛五 韩粉们自愿当一工 制作限量红包热情相挺 也准备了独一无二T恤 要让市长做纪念 韩国瑜西岸重头戏是在史丹佛大学演讲 去年选举在台湾掀起了寒流 学者感到好奇 他在台湾的大学第一个目的就是 知道美国网站的更好 想知道他做高雄的专业 韓市長到史丹佛胡佛研究中心演講 主要接待學者就是台灣民主與安全計畫 主持人齊凱莉 齊凱莉認為寒流崛起 是因為她不談意識形態 著重經濟層面 也因此贏得選民認同 他比普通的KMT政策 在史丹佛學者眼中韓國瑜是政治新星 也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短時間創造韓流 雖然看好她參選2020 但若要投入總統大選 民主要投入總統大選 反正的兩岸問題不得不談 它比普通大選擇更容易 當國民主要投入總統大選 在國民主要投入總統大選 我認為在國民主要投入 會有更難的情況 他們必須提醒台灣選民 他們會有更好的看法 和國民主要投入總統大選 與國民主要投入 美國生何夕採訪不到